被中共当局以寻信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的大陆自由作家杜宾 17日在北京丰台区看守所与代理律师普志强与周泽会见 杜宾的精神状态很好 17日下午 杜宾的妹妹杜继荣 代理律师周泽 普志强 和一直关注杜宾事件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 分别在微博推特上发表关于会见的相关内容 律师周泽在微博上说 今日会见当事人杜宾 发现其被追溯的犯罪好特别 传唤是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刑居是涉嫌寻信滋事 被讯问的是在港台出书的事 他讽刺说 寻信滋事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罪类犯罪 出书和网上怎么寻信滋事 如何扰乱公共秩序 还真是个技术活 非公安司法机关不能实现 记者18日致电普志强律师时 他表示 今天没有新的进展 据胡佳介绍 律师在会见杜宾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昨天他们也预想了种种的那种可能的刁难吧 所以准备的材料手续相当完备 到了那里以后的话 当局也确实是找不出任何理由 最终还是让这个律师会见了杜宾一个小时 胡佳表示 杜宾在第一间区的一号监视精神状态很好 而且在看守所里帮助同监视的人做心理辅导 我认为共产党非常想给杜宾套上煽动叮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说要是按照他那个党的那个标准的话 杜宾的言论 尤其是他不加掩饰的那个取名天安门屠杀 这种名字的书体的话 早就挑战了当局的这种高压线案的 云论普遍认为 杜宾是因为拍摄揭露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影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出版《天安门屠杀》一书 处弩中共 遭当局报复而被关押 新长人记者 天静 李勇采访报道